謝謝主席 蔡主委,請 秀恩好 簡單一個問題 員能會跟台電到目前為止已經拿了多少錢 您講的是很研究所的話 我想詳細的資料應該都有提供給委員 研究所 接受台電補助 委託 由他委託你們來做 做研究 一共到目前為止 每年不太一樣吧 總共這幾年 看要幾年加起來 我想詳細的注目字我不太記得 大概多少 每一年有的時候 四億兩億之類的 那看看多少年加 我想這個 委員身邊就有資料 我在這邊是沒有 我在這邊是沒有 那假如委員需要這個資料 我想事後我們可以 前後一定拿多少 三十五億 管理委員說 三十五億 你們 兩年前就三十五億 現在應該超過四十億 有委託研究的 也有其他的 屬於工程類 所以不太一樣 如果只是委託研究的話 沒有這麼高 要加上工程 那我要請教 第一個 蔡主委您這個錢多少 都不清楚 第二個他做的內容是什麼 每個個案 我也不是那麼的清楚 我想跟委員報告 原因是因為 那要委託研究以後 研究報告做什麼用 你也不清楚 是荷年舊所 依他的這個權責去做的 那對 原能會來講 你不要把 研究當成公關 蛤 蛤 不要把研究當成公關 不是不是不是 然後把研究費 當成公關不住 因為我過去一再來講 荷年舊所 依他過去設立的一些 權責 研究發展也好 說實在喔 或者用在國內一些產業也好 都是他的權責之一 那這部分因為跟管制無關 所以其實細節我沒有去瞭解 我們用常識來想 五年內喔 用了四十億啦 假設喔 五年啦 平均一年八億 那以現在台灣的這個學術水準 跟行情 待遇的一個狀況來 做一個對照 一年花八億做研究 那研究應該是驚天動地喔 剛剛馬組長講說 研究加工程 蛤 加工程 還有工程 對 他還有工程 研究有什麼工程呢 報委員 呃 比如說那個 核電廠他有一些那個 安全段的管路的那個 高輻射區安全段的管路的 富汗 現在也是前一陣子 這幾年正在進行 你們說研究啊 怎麼會有工程呢 去包他的工程喔 對工程 那你原能會 所屬的研究所 還到台電去包他的工程 喔那更嚴重啊 蛤 蛤 那球員監裁判呢 我們在核能研究所裡面 是有定一個 這個 你原能會是要監督 那那個部分 那那個部分是不屬於原能會 蛤 這個去去直接 直接管的 就是說 換句話講就是說 研究所支援原能會做管制的這個部分 那你研究所也是你原能會的 幾樹子木啊 那你們這個原能會裡面的研究所 去做這樣一年 七億嘛 剛才說 五年三十億嘛 一年七億的研究 齁 齁 你們每年七億的錢怎麼用 我一直打問號 齁 你們不查 不追 不去了解 對不起國人 錢要拿卡 齁 這另一個問題啦 齁 我一直打問號 看這個問號 有一天會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記號出來 齁 再來 通常啊 這文化背景 齁 那台灣的文化背景已經很清楚啦 官官相護 報喜不報憂 隱藏真相 有必案 齁 盡量的 去把它蓋起來 齁 都要等這個 報章雜誌 爆料 才有一點點 去重視 那這種文化 我想 我想委員對我們 核能裡面所謂的核能安全文化 齁 沒有這樣的問題 也太悲觀了啦 齁 沒有像委員所講 對台灣 官場 文化裡面的 這個現象是 一般人 齁 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共識吧 大家都很擔心啊 怎麼會 台灣的這個官場文化這麼爛 那忽然間的核四台電的文化特別強 特別好 齁 不會出問題 剛好先完 那當然是因為過去 齁 三里島之後 全世界 全世界都在檢討這個部分 那個工程啊 齁如果橋塌下來 史上有限 齁 所以我們才擔心 所以我們才擔心 這個監察院喔 對台電做了一個糾正 齁 是有關可饒性的 可以 可以 可饒性的金屬 導線管 導線管 這個糾正你看到嗎 是啊 你看到 這是你們先發現的還是 這個監察院先發現的 細節我不是那麼的清楚啊 誰先發現的 齁 我們那個處長跟我講說是 廉政署 發現以後 廉政署發現的 通知我們來注意 那我們 我們去 也發現是事實的 這跟核電廠應該是 集核 齁 集核心的問題吧 是 可饒性的金屬管線 部分導線管的位置 安裝錯誤 連導線管都會安裝錯誤 齁 按圖施工 不是說位置安裝錯誤啦 我也許稍微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 他把一些 這個 本來應該要防輻射的 結果沒有 防輻射的這個 認證 他就接 他就放到 防輻射的區域 另外問題 位置核能品質保證的資格 用錯地點 然後管 這個導線的管配件 電鍍 新的厚度 他的採購規範 未能切實了解 所以導致 有 很多管線呢 他是不具 防輻射功能的 卻要在 這個核導區 具有 這個輻射問題的 齁 這個地方來安裝 這不是很嚴重嗎 核電廠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輻射線問題啊 那輻射線問題 要保護管線的 可能 要保護管線的 可導線的 這個金屬導管 這種所謂的防輻射的東西喔 這個可能還是有些人誤解 因為 我趁這個機會跟委員報告 他這所謂的防輻射 不是說 用那個東西來防 人 不會做到輻射的 不是防人的 防那個器材嘛 防那個管線嘛 防那個材料 不會因為輻射 而老化 管線不該鋪在輻射線之下而鋪路 那會出什麼問題 你也在告訴我們啊 是 沒錯 不能為什麼管線 要分防輻射的 跟非防輻射的 對 就是怕他 對啊 因為輻射造射 那麼 造成他的品質 提前老化 對對對 那裝錯還不得 那還很嚴重啊 是很嚴重啊 所以我們 後來 那為什麼你們沒有發現啊 你們都 蛤 那誰要去發現啊 為什麼連政署才會發現 一定有人檢舉才會 扯到連政署啊 連政署也不是 不是這個科技專業 也不是這個 核能專業 一定有人檢舉嘛 是 所以我說嘛 文化嘛 等到有人爆料有人檢舉 才會發現弊端啊 我想 核四啊 有那麼多 有那麼多書師 那麼多弊端喔 這個是就我所知 大概 大概 很少數的 也可能是唯一的 這個 我們 接受 這個 接到連政署的資訊之後 去查 才發現 現在人民已經不相信了 那其實 大部分 大部分 都是我們在視察的過程裡面 主動發現 現在問題出在 人民不相信政府 人民不相信 我們台電 人民進一步也不相信 我們這個 這個研能會 這樣人民相信什麼呢 相信國際的報導 相信什麼呢 相信福島的這個核電廠 廚藝還要40年 還要花上千億美元 不是他出事了 關起來就算了 福島核災發生以後 兩年了 現在還有30萬人 無家可歸 人家相信這個報導 資料大概是16萬人吧 10萬人 無家可歸 30萬人呢 現在還沒回家 16萬啦 不過沒關係 沒關係 10萬 30萬都很嚴重啦 資料 是的 那在人民的心目中 現在開始 越來越相信 齁 核電 不能用 所以變成已經 變成 顯邪啦 變成 看貌現實 那你如何去第一場看貌現實呢 所以你核市場一做 齁 齁 台灣沒有翻身之地 外資不來 有錢人慢慢 從北部移到南部 從南部 離開台灣 這是不可 估計的 這個 後遺症啊 這影響很大 因為以前人 你看 這一個20年前 齁 20年前 我剛進入立環的時候 那時候要反核多困難啊 出去被人家罵 齁 那我們立委同仁 齁 齁 因為有人幫台電護航打架 把他們的同仁 民進黨的同仁 打傷了 送到醫院去 沒有人去慰問 齁 包子還罵 那是這樣緩和的過程 但今天呢 齁 知識分子 年輕人 小姐 太太 媽媽 帶著小孩子走上街頭 這種氛圍跟那時候氛圍 你看 天然之北 這個時候你還硬幹嗎 即使你保證它安全 讓大家也像抱著燕子山睡覺一樣 他心裡的恐慌 他不安全感 造成那種社會破壞 經濟的一個影響 會有多大 你要這樣想啊 所以既然民意已經這麼明顯的話 有為的政府 有擔當有責任的政府 這個時候應該順民則昌 順民則昌啊 齁 這很笨耶 其實真的很笨 難得有這種氛圍 可以 斷然 停建 先停建 沒有人追究 追究你什麼錯誤啊 過去那些弊案啊 等等等等 你要想怎麼辦 人家大家不會太追究啊 但是你繼續建下去 人家不追究也不得追究 怕不安全啊 所以我從政治考量 我們不搞政治 但是從政治的判斷 不搞政治 但是你對民意的訴求要有政治判斷啊 你對專業的 這個意見 你也有專業判斷啊 有政治判斷啊 這個時候政治判斷 停建 你也可以順著這種民意 去世 然後在專業上 拿出 以前好像模糊不敢斷定的 齁 有這種想法 但是不敢明講的 你今天應該勇於把它講出來說 不能做了 停 以前官方下附嘛 你只要要生活啊 我想 像民進黨 脫黨啦 投到國民黨去 委員的意見我尊重 然後我實際要問他 你為什麼要這樣 這個晚節不保呢 他說為了生活 我們基本上還是從專業的立場 那也是從台灣的 投靠到北京去 我說你為什麼要晚節不保呢 他說為了生活 那你可能為了生活 不敢講真話 沒有啦 他真的很可憐啦 為了生活真的 齁 要出賣良心 不敢講真話 太多我們都情有可言 你知道嗎 你怎麼只要火啊 但今天 靈異這麼清楚 問題 齁 已經這麼明朗 竟然還為這個 安全不安全 這邊有什麼用 專家學者在那邊 跟你說 何事有問題 斷層 地震 火火山 你還不是說 那是 那個周期 我們是用三百年的 不是用一萬年的 你怎麼是不知道 一萬年到這個時候會發生呢 核桃事件 誰預測得到 對不對 宿川 汶川大梯症 誰預測得到 所以這樣 謝謝啦 謝謝 許委員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 管閉臨委員諮詢 諮詢歡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